蘇迪勒弘胎過後 在台電新庫的衝收電力 結果有這台電人員 去給電電受傷 今明38歲 五世台電尾收人員 在收拾隔音電線的時候 去給電電到整個人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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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當時是冠軍報警 送他急救了後 好感謝已經回歸意識 為了衝收電電 去電到的台電機師員 吳蒂龍比金吉算夠便宜 經過治療 不正他的狀況穩定 醫生說 患者不正寫命很像穩定 醫生清晰 輕蓋到背後 是兩度之三度的小胸 躺上臨界五十% 目前患者的生命真相是穩定的 那當然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需要監測後續的那些 那是不是有後續的傷害 那包括腎臟功能 包括心臟的功能 然後有肌肉 那是不是有核溫肌溶解的狀況 那當然最外面的話是傷口的部分 後續會牽涉到那 我們一定會注意到 那盡量讓他不要有感染的問題 台電機師員表示 自從八月切八方胎來以後 台電機師員就開始清修 裝完到日公布都沒辦法輪班 工廳機師員都很辛苦 可能啦 因為早上在調查 還沒有報告出來 我也初步來講 還不太清楚 只是那時候他在那個地方剛才做高壓線綁紮線的動作 已經綁完了 其他本人在講說已經綁完了 那回生的時候 可能是不是碰不到有帶電體的導線 再去管理國民國是香港到便宜來探視受傷的台電機師員 也希望台電的維修人員 一個清修的動作 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死命才是最重要的 大專的新聞中施梁 張華 蔡宏博德